你 请问 这是郁瓦克尔多斯框子样车吗 是 是差点把你运到火轮场 办法了 呗 呗 是 是让你们把陆传一号换成金铁棒的 我让换的 为什么要换 你知不知道 如果路山一号 没有极端供况的数据 下一步发展路山二号 将会被质疑 也很难得到 全国性的科技大奖 既然你实在为自己打算 就别整天喊口号 说什么技术是有尊严的 赶紧把这儿挪开 别当不正事 我为自己打什么算呗 并勾啊 你为什么阻止 海比喉支持预防 那是因为 因为一百五十万的安家费 如果约恒真的 并购成功了 你是不是能直接 当个项目总师啊 这如意算法让你打的 我没有答应 答没答应跟我没关系 但是这台 送往厄尔多斯矿的车 承载着公司未来的订单 而不是你卫程的路上二号 所以必须得用进口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没有答应你 我再说一遍 赶紧把车挪开 卫程 把车挪开 卫程 来来来让一下 让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住手 住手 让一下 让一下 那个 他还没有答应人家 这个我可以作证 答案了也没什么不对的 那你现在这么做 就不大对了 燕子 你不用跟他解释 我们不用向他证明我的清白 可是需要自证清白 也正好说明这信任出了问题 真是 贺尔多斯那台车 您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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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答应卫城装露山一号的 把他放下来 我们不能不讲信用 装过去 可是明总 他所说明azione 李宗盛 最好的自证 是让郁恒赶来参与金票 你做得到吗 我别看了啊 散了吧 不行 不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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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吧 请于恒来竞标 比不要一百五十万的安家费还难吗 那哪是一百五十万的事啊 那是五十亿的事 奇了怪了 董牧师怎么会知道我安家费的事 郁恒的程总给你团队的骨干 都发了合同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温温庄美晨啊 你要是相信啊 人往高速走 跳槽呢 就丢了 来 喝一口 请于恒来竞标 比不要一百五十万的安家费还难吗 那哪是一百五十万的事啊 那是五十亿的事 一百五十万的事 哪有 眼瞅嘴不甜 长得难看还没钱 喂 有空吗 手咬 打一句啊 好 好嘞 七啥四 出风一 你 妈呀 死快了 干嘛 说不起啊 说不起别碗 还有三局呢 别嚣张啊 嚣张死得快 行了 别理他 别理他 咱妈妈 别理他 别理他 继续 坐来 坐来 继续 说得痛快吧 呼吸口线先放弃 然后接着吧 我上周刚做体检 各项指标都合格 很健康 你出吧 输呢 确实让人难受 尤其像你这种 从小都是知道怎么赢 也没有人教过你怎么输 输还用教啊 那当然了 一般输不起的人 多半也赢不起 我小时候呢 就特别爱和男孩子打架 打不赢我就吃 挠花里边的脸 回到家我妈又揍我 饿饭罚战 我爸呢 就突突给我送吃的 他告诉我 打架啊 要先学会保护脸 再学会倒地翻滚不受伤 就算玉衡不愿意合资 你再拿热脸贴一次冷屁股 又怎么样 你说就算再输一次 那又怎样 跟诸葛亮出山 那还一书心野 二书樊城 三书当阳 最后输出了一个火烧池地 最近没少读书啊 一直很博学 我知道 这就是不是你吐的 吐出来的没这么多泡 行了 进去吧 再打输了给我买装备啊 我看看 我看你一会儿 你怎么会有的 我看你那会儿 那边 我看你